大家好,这边是麦子学院给大家带来的ACshop二次开发的一个视频课程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讲讲我们这一个基本操作的第四小节广告管理 那么我们首先打开我们的这个首页 广告管理的话一般指的是这个位置 一般我们指的都是这个位置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系统管理首页主广告 这边会有一个首页主广告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边的话会有几个样式可以选择 当然呢这个只是我们系统默认的 因为现在的话不管我们是安装第三方模板还是怎么样子 都不会再用我们的这个Flash作为晃灯片了 那么既然我们用它的话 我们先使用一下它默认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OK 你看这样子的话它下标就变了 对不对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自定义 我们可以把图片呢改成自己想要的 改成自己想要的 我们找一下有没有图片 示例图片没有 那我们用这张吧 然后图片链接呢 我们让它到百度去啊 这是第一张 然后我们再添加一张 第二张对吧 这个时候呢我们让它添加到我们的QQ 好 然后清空一下缓存刷新 刷新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两张图片了 这样子我们就有两张图片 这个呢就是我们首页的一个主广告管理 好 首页的一个主广告管理 当然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自己改动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课程安排 如果有讲到的话 我就下次再讲 没有讲到的话 我这次给大家讲一下 好 就是我们要把那一个数据 稍等一下 电脑微微有点卡 广告管理 有没有讲到模板安装呢 有模板安装 有模板安装 我就先不讲了 因为模板的话 进去之后一般都不会再用我们默认的这个东西 我们默认这一个是用Flash 比较比较古老的 现在都不会用这样子 好 这是其一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广告管理 就是这个 这边有个广告列表 有个广告位置 没有我们还没有广告位置 还没有广告位置 我们来创建一个 比如说 我是 战略快信 我们看一下下拉菜单 下拉菜单上的一个 战略快信 这样吧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广告位在哪里 我们一直找到我们的这一个模板的设置模板这个地方 设置模板地方 我们这个首页 首页这一个地方呢 就会有一个广告位 有个广告位 这边的话会有左边区域 然后战略快信上面的一个广告位 框是210的 然后还会有一个右边主区域 那总共是有三个可编辑区域 三个可编辑区域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编辑区域的话都是只有三个 都是只有三个 首页的 当然其他内页的也会有一些广告位 我们来看一下 确定 这边也会有左边 左边广告区域 区域的话 后面课程我会跟大家讲 这个区域是怎么来的 我们直接在首页改 首先呢 我们添加一个广告位 战略快信的一个广告 战略快信的广告位 我们就是用叫做战略快信上广告位 210像素的 首先呢 我们建立一个广告位置 对不对 叫做战略快信210 广告描述呢 我们就没有 就没有 然后这边的话 它是用table来做的 用table来做的 我们可以把这些去掉 当然用table也是比较过时的一个做法 特别是用在主页上 主页的话最好不要用我们table的 好 我们点击确定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广告位置了 对不对 然后 再一个添加广告 对不对 然后我们是图片广告 把它呢放到战略快信210px 就是刚才我们创建的那个广告位置 广告名称呢 叫做图片广告 我们可以随便 这边会有一个开始跟结束日期 就大家自己看着办 要它显示多久 好 那我显示长一点 到2025年还有用 那广告链接的话 我也是让它到我们的百度去 然后图片 我上传这个 好 或者是图片网址 是否开启广告联系人 其他都不可以按需填写 我们点击确定 好 确定之后是怎么来处理呢 确定之后怎么来处理呢 刚才我跟大家讲过 这边有个广告位 对不对 是在我们的这一个设置模板这边进来的 这样子它是直接给我们跳进来的 那我们就直接用 好 然后我们选择 站立快信上面的这一个位置 然后再选择站立快信 点击确定 清除一下 刷新 站立快信 这个是站立快信 对不对 刷新 好 那我们在站立快信上面这边 就会有一个广告位出现了 就会有一个广告位出现了 当然这边还会有一个数量 比如说数量我们改成2 数量我们改成2 看一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 我们在广告列表这边 然后再 没有 不是 我们是应该再添加一个广告 就图片广告2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时间呢 也调2025年 好 然后图片 我们选择第二张 好 确定 然后我们来刷新一下 应该要新清空一下广存 再刷新 没用 对吧 没用 没用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只有一个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广告位置 广告位置我们写成帐外广告了哈 这边忘记选了 我们要选择一下 刷新 好 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两个广告位置了对不对 有两个广告位置 然后这边广告两个是在这边去设置的好 如果我变成1的话 它就只会有出现一个哈 刷新 看到没有 我变成1的时候 它就只会出现一个广告 那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内页的一个广告管理 还有我们的一个首页的一个广告管理 然后我会跟大家说这个设置模板 设置模板这一边 到时候我会跟大家说这些区块要如何来添加 如何来添加 当然呢 我们这个广告的话可以多元化 可以多元化 我们可以是flash 可以是代码 可以是文字 那我们再演示一下 比如说是一个广告代码的 那我叫做文字广告 文字广告 然后广告位置的话 我们也用这一个 也用这一个 然后过期时间给它久一点 广告代码的话 我们用一个spin来做 ok那我创建一个打酱油的这样子的文字广告 然后设置它在模板当中显示 那现在的话我们是显示一个应该是显示就会直接显示出来这个最新的 好 没有显示出来 没有显示出来 更好 我们再添加一个广告 让它呢放到左边其站列快信 确定 刷新 好 两个位置是一样的 那我们重新建立一个广告位 叫做 左边广告 宽度 宽度也是200吧 这个table我们就不变了 直接默认也行 高度也200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天 然后我们把刚才那个广告呢 改到文字广告 我们把这个文字广告改到我们的左边广告 确定一下 再然后呢 在我们的这一个设置模板当中 左边去选择我们左边的这个广告点击确定 然后再清空下缓存 刷新 好 那我是一个打酱油的广告 就在这一边 当然呢 这一个样式会比较丑一点 我们稍稍改一下 这个只是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就是我们可以多种类型的 加深一下印象 OK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自定义 我们可以自定义 在这边写样式什么东西的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可以灵活应用 可以灵活应用 那么文广告管理的话 就讲到这一边 大家也自己去熟悉 当然首页的这个广告的话 大家可以先不做 先不做 也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主要的话就是这一个广告管理 要结合我们这个设置模板来使用 好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就讲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听讲 对 Here is这种 然后 kalau我们下车当 下车 approval 让我们下车 clarification 中文字幕——YK